你發燒三天了 發燒三天了 那發燒是一定的 因為你燒傷的面積比較大 拿著對講機隔著玻璃窗跟女兒說話 燒燙上面積高達54%女兒 手腳全都厚厚的裹上了紗布 看在媽媽的心中格外心疼 你要乖乖的聽護士的話 知道嗎 寶貝女兒才18歲 高中畢業 暑假等著大學放榜 這才開心的跟同學一起出去玩 身形嬌小的她 當天還跟同學開心的玩水拍照 但沒想到晚上八千城堡 讓她全身五成以上的灼傷 在現場還一度意識昏迷 很勇敢 她沒有掉過一滴眼淚 沒有含過一身痛 可是我女兒本身就是個 很怕痛很膽小的一個小孩子 我女兒跟她講說 可以陪我上車嗎 我很害怕 她一直陪著我女兒說話 然後陪著我女兒上消防車 謝謝你 謝謝你 真的如果不是你們的話 我女兒今天可能 當天晚上救出女兒的羅先生 是巴黎當地的居民 當天跟著義消叔叔一聽到廣播 就騎著摩托車趕到現場救人 而受傷的鄭同學 正因為傷重無法動彈 還差點失去意識 幸好警消發現了她 趕緊送往醫院 那時候沒有救護車 就是草苗要混亂 凱千也是坐消防車來的 也不是坐救護車 那個羅先生就是持續一直在巴仙 當天大概抬了兩三百個人 跑不掉 不管是警消還是當地居民 那個晚上不分彼此 第一時間在現場幫忙 協助傷者送醫 也讓鄭媽媽很感念 只說就是因為這些義勇人士 女兒現在才能在醫院接受治療 一點一點的耗起來 記者臨線流量跟台北採訪報導